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应用我们的决策数模型来对我们的位置样本进行预测 还告诉大家在不同的情况下导数模型和生成函数的情况下怎么样对我们的决策数进行可视化 那这个代码是固定的大家照着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有一点要说明如果你这个决策数你画出来的这个图显得非常的密 就是你这个节点非常多的话那这个图会很丑 这个时候你就别放你的论文里面了 然后下面我们在讲我们后面的内容之前 这里给大家来讲一个补充一点 因为之前直播完了之后有一部分同学在课后向我询问 就关于这个K则交叉验证他有一点不懂 所以我这里再给大家单独把它拎出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好吧 那这个是我们周志华老师他西瓜书里面的一张图对吧 那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对大家产生误解 就是这个平均两个字啊 这平均两个字可能会对大家产生误解 那我们现在简单回顾一下我们K则交叉验证它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书上去的是一个十则交叉验证 说白了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样本整个数据集分成十份对吧 那就相当于构造了十个模型就十个模型这十个模型里面 我们每次的训练集和测试集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测试集 测试集它组成的就是每个测试集 每次测试集都是不同的对吧 而且测试集你把它合起来 恰好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数据集 原来的整个数据集D对吧 好那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我们每一个样本 我们都做了一次测试集 要么在要么在这一个里面 要么在这一个里面对吧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样本 它都做了一次测试集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 我们每一个样本的预设结果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文字说明 就是经过了这十次交叉验证之后 对吧 我们有十个模型 我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十次 每次测试集和我们的训练集都是新的 对吧 那每一个样本都会作为一次测试集 那作为测试集的时候 我们的MetLab会返回给我们 他们的一个预设结果 对吧 所以经过了这个交叉验证之后 每一个样本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预设结果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句话是对的吧 那又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样本 它们真实的结果 你想每一个样本 它真实的结果和预设的结果都有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十个模型 就是十次模型 它的一个结果给它汇总 汇总一下 那汇总的这个表 汇总的这个混淆矩证 它里面包含的 包含的这个元素的个数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数据集里面的元素的个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MetLab 它给我们生成的这个混淆矩证里面 你把这个所有的元素的核加起来 加起来 这个空白数表示0 你把它加起来 它肯定是等于我们这个观测之路 等于我们这个样本的个数 144的 因为我们MetLab 它把它合并了 你可以认为对吧 如果对于单个模型的话 对于单个模型 它里面测试集肯定没有这么多数据 对吧 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个混淆矩证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混淆矩证 你看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整体这个混淆矩证 来计算一些有用的指标 对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介绍的 我们的分类的准确率是多少 我们的F1分数 对吧 就计算这些指标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完整的这个混淆矩证 它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混淆矩证 我们别忘了 它最初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为了看一下我们模型 它在测试集上面的一个表现 对吧 就是评估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泛化能力 那我现在 比如说我使用决策数模型 我得到了一个 我使用决策数模型 我能够得到这样一组 混淆矩证 就是反映测试集 就测试集 它的一个混淆矩证 对吧 那我换一个模型 比如我换成线性判别分析 又可以得到一个混淆矩证 那有了不同的模型 它有不同的混淆矩证 对吧 那我通过 从这个混淆矩证上面 去计算一些衡量 我们模型泛化能力的一些指标 就能够进行一个对比 对吧 那具体这个指标 怎么样通过我们这个混淆矩证 来进行一个计算了 对吧 这个就需要我们用编程的手段来实现 因为我们Metalib 你看 我们Metalib里面 它给我们反映 就是它怎么样评价这个模型的好坏 它很简单粗暴 它就是用这个准确度 它就是用你这个分类的一个准确度来衡量的 实际上我们说分类的准确度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样本不平衡的话 这个结果可能会有偏差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能为的去算一些指标 比如说F1分数 AUC 我们能为的算一些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 我们来比较不同模型的好坏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续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们K着 我们交叉验证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介绍吧 再给大家来强调这一点 大家可以把我这一段话反复的看一下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先介绍 还没完还没完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吧 有同学可能会好奇对吧 你这个额 你这个预测的结果怎么看的呀 就是你这个在测试集上面 它的一个预测的结果怎么看呀 我们之前生成导出为代码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导出的代码 比如说我这个是用的角色数模型 这个是它导出的代码 我们说在这个后面对吧 在这个后面有一个交叉验证的过程 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验证集 它的一个类别 就是我们 我运行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角色数模型 把我们就是把我们原来的这个数据 把我们把我们原来的这个数据 data1 data1带入到这个角色数模型 它的一个预测的结果 那这个是它预测的一个结果对吧 有了这个预测的结果 还有我们真实的结果 那我们不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吗 我们你可以测试一下 就你可以试一下 正式预测的结果 预测的结果 你让它等于我们真实的结果 我们真实的结果就是我们前面这里 维持棒式对吧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返回一个逻辑矩阵 这个逻辑矩阵为1的部分 表示预测正确 为0的部分 表示预测错误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它有多少个预测正确的 我们用一个上半函数求和 好 我们来算一下 它在我们原始的这个数据集上面 有多少预测正确的 有134个预测正确的 我们来试一下 用134 我们除以我们总的样本数144 你看 等于0.9306 你来看一下 我记上出来的这个0.9306 和它给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验证集的得分 你看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它和说明我们 说明MateLab它实际上内部 它怎么样实现这个 这个 它怎么样计算这个得分的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验证集上面的预测结果 和我们真实的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比较得到的 对吧 来计算出来的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算F1分数的话 你可以想象我们要算F1分数 我们也需要预测的结果 和真实的结果 对吧 我们需要做一个混淆矩阵出来 有了混淆矩阵出来 我们可以在混淆矩上面 来求各种指标 最后来算出我们的F1分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嗯 比较 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做法吧 就是我们有了预测的结果 有了真实的结果 我们就能够算出一堆指标出来 好吧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算我们后续的这些指标 然后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你可以多次运行这个代码 它这个结果可能会有差异 比如说现在是0.9306 我再运行一次 我现在这个准确度 它可能会变 你看它现在变成了0.9583 为什么这个结果会变呢 你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结果会变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交叉验证对吧 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我们是随机抽取的 大家注意 我们这里是随机抽取的训练集和测试集 所以它这里面有随机性 那因为你有随机 你这个是随机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 它也是随机的 那有时候就会想 我能不能把这个结果 给它固定住了 那这个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要用到随机数 总值RNG RNG这个函数 RNG里面我们给它一个输入参数 这个输入参数 一般是一个正整数 比如说我输入100 你输入RNG100之后 这个100就表示随机数 随机数数 你输入完这个之后 那它就现在把我们 这一次这个随机数 就是把 就是把这个随机 把它固定下来了 那你现在你多次运行这个代码 你看 我现在多次运行这个代码 我的结果应该都不会变了 我现在运行一次 你看 这个准确度度是0.9514 我再运行一次 这里有一点问题 我把它加到上面 我把它要加到上面 加到它的上面 加到这个上面 不然还是会变 这个就是固定随机数种种子 保证我们的结果最后 保证我们的结果最后 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是0.9514 对吧 再运行 再运行 大家看 现在它就固定住了 对吧 0.9514 这个就是添加随机数种子的作用 那有同学会想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随机数种子呢 比如说我这里不写100 对吧 我随便换一个数 比如说520好吧 这也是可以的 你如果换成520之后 你这个结果可能又会变 但是你每次运行的结果 还是会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变成了0.9236 对吧 然后你再来试 还是0.9236 你还是运行 还是0.9236 对吧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一般来说 一个随机数种子 就意味着我们 就你设置一个不同的随机数种子 比如改成521 它这个生成随机数的模式 就相当于变了 对吧 我们再运行一下 现在是0.9236 我们运行一下 0.9375 对吧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你设不同的随机数种子 它这个结果 它这个预测的 这个在我们测试体上面的一个表现 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找到那个比较好的那个随机数种子 那我们这个结果变得 比较好 对吧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调仓吧 但是这个调仓一般没什么意义 我们后面讲的调仓 主要是调我们模型里面的一些参数 那在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介绍 这里只是告诉大家 关于我们这个模型里面 有可能有一些随机的问题 怎么样 把这个随机性给它固定下来 就用我们这个函数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